那想問就是先問鄭文就是 有關入閣四年之後 這四年來 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可能工作經驗 三年半而已喔 還沒到四年對 十月才四年 然後或者就可以從這一次的訪疫工作上 不知道你們可以分享 好 你要幾個字 我要講多少 您可以盡情的 是嗎 OK 我想我入閣大家可能知道說 我入閣有三個條件嘛 一個是說自願結合就是不下命令 也不接受命令 或是跟台灣政府一起工作不是為台灣政府工作嗎 那這一個那第二個是 我們的工作是 所謂的激進式的透明 意思就是說我一切的採訪 那當然各位可以先發的到最後 完整的版本我們也會發 作為一個記錄那包含我主持的所有會議 也是如此那第三個 就是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都算工作 那當時很多媒體說是在家上班 但是我都不是在家 我是巡迴全台灣 或者在我們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所以遠距工作 那在當時大概三年半前 我印象蠻深刻的就是說 尤其是最後這個遠距工作 是讓人覺得是一件標性利益的事情 甚至當時媒體還有很多 為了這個去辦民調 去問說大家知不支持唐振偉 遠距上班喔 那當然我們也很高興啦 就是有過半的朋友們支持 我遠距上班 可是可見當時這並不是一個共識 這是一個還是社會上不同的 生活經驗的朋友們 有不同的看法的一件事情 但是到現在三年半過去了 你說哪一個人沒有在異地被圓 哪一個沒有在遠距上班 哪一個人沒有在運用視訊來做 甚至是教學活動 或者是一些高度互動性的活動 或者是甚至全民都是直播主了 事實上這不再是一個有爭議的事情 事實上如果現在你沒有能力去做 遺地被圓或遠距上班的話 反而會認為防疫的準備不周 對那所以可以說是完全不同的社會氛圍 那我們也很高興說我們在這三年半以來 有探索了非常多在 遺地把不同的空間 縫合成同一個空間的 這樣子一種遠距會議的這種 操作模式 所以在疫情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非常快的 就提供給所有的包含各部會啊 甚至是某個視訊軟體 碰到一些自然事件之後 我們要怎麼樣趕快切換到新的視訊軟體啊 等等的建議我們辦公室都可以 就是完全想或不想就知道說 這跟我們之前的哪一種模式比較像 然後去提供出這方面技術上面的幫助 所以這是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開始的那個 就是大家還要特別去找 以前人事行政還不是總處 行政局的一個函說 如果你的工作跟網路有關係 那你不太受到 需要打卡的時間跟地點的限制 等等好像只有小編可以遠距工作 的那個函 那現在我們就整個擴大試用嘛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向地方創生 甚至是鼓勵中央的公務員 回到自己的家鄉 在那邊還是上中央的班 然後去用异地遠距工作的 這樣一個方法 所以這整個文化 我覺得跟我剛入閣的時候 確實已經有很大的轉變 那從一開始您入閣的時候 是您想 您就是需要這樣的工作 那當然啊 那是怎麼樣就是擴及到 就是各個部會 對 因為我在工作的時候 有兩個特色嘛 一個是剛剛講這個資源結合 所以任何部會都可以請最多一位同仁 借調到我的辦公室來 那所以我們有32個部會 理論上我可以有32個同事 是公務員 但是當然沒有啦 大概只有一半而已啦 那意思就是說 有些像國防部 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那但是有一些像外交部 他一開始是沒有派人來 那後來發現就是他們的部長 就是Joseph上任之後 就開了一個Twitter賬號 他們開始打公眾外交這塊 那他們就發現說 原來外交部不是都怕人知道 他們很多事情是怕人不知道 那所以這些部分也是我可以幫忙的 所以外交部就開始 一開始晚媒現在科長嘛 那現在是預行接了晚媒 那所以外交部據說有10個人以上在排隊 想要調到這個辦公室 但是事實上一次只能派一個人 不然我們就變外交部一個科了 那所以除此之外 其他面對市民 面對公民 比較多的 好比像說 一開始通傳會嘛 文化部嘛 內政部 教育部 法務部 財政部等等 大概都有人來這個辦公室 所以來了之後 就會接觸到我們這種工作的文化 然後當他回去之後 他就會把這個文化帶回去 然後再換一位同仁接聊過來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在各個部會 都有所謂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話題上就在我們正在訪談的當下 他們正在那個隔壁嘛 就是那個南洞 在開協作會以來討論說 就是台語的 或者其他鄉土語言的師資 怎麼樣子去融入新的課章的教學 怎麼樣讓他們 可以不要變成是堅韧 而是像那個英文老師是專任的 老師的那樣子的做法 那我們從這邊 到那個理想狀態 要有一段過渡期 這個過渡期它怎麼樣 一起走過去等等 那所以像這些東西 我們就需要不只是教育部嘛 如果我們討論到客家文化 或客家語言相關的 那就需要客委會啦 或者原住民族語言相關 那就是圓民會啦 那如果是跟就是 終身教育有關的 那這裡面也有一些 包含內政部啊 或甚至是包含交通部 因為它要促進觀光 觀光代替 就是我們讀書本嘛 不如你時機去嘛 等等的這些做法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題目 它慢慢都會發散到 很多部會跟這個本來 以為自己沒有關係 但是都有關係的這個情況 而即使真的跟它沒有關係 好比上說 以這個題目來講 可能海巡署 海委會的關係真的就不大 那但是海委會的朋友 還是可以來當我們的主持人 或小桌長 那它反而是一個公民的身份 而且也了解過我們行政 那它可以很中立的 去把民間的聲音 跟我們這個承辦部門的聲音 去做一個調和 因為它在這件事上 沒有厲害關係 它沒有那個部會的本位主義 需要去防守等等 所以我們所有的 各方政府聯合 在32個部會都有 那加起來已經超過百人 那這些朋友同樣的 也是用這種開放的工作方式 一點一列去改變他們的公務文化 這個開放政府 不好意思 因為我比較不清楚 這塊是從政委營上任開始推動的嗎 開放政府聯絡人制度 是我們從上任之後才開始推動的 開放政府這四個字 其實在賴清德選市長 跟柯文哲選市長的時候 就已經是他們的主要政見了 那在行政院透過這樣子的會議去進行 對那當然還有公共支持網路參與平台嘛 總統被黑客送嘛 這些都是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 是 了解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第二個那個條件是 您看到的都要能公開 對 激進式的透明 對 那想知道這個最初 是您錄個之前就有這樣子的 是 維持這樣一貫的作風 那想知道最原始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政府資訊公開法裡面 有一個有一條是說 我們還在擬稿 就是還在草稿的階段 是以不公開為原則 只有當拍板定案了才公開 可是問題就是說 當你拍板定案才公開的時候 第一線的承判人員 地方政府的人員 利害關係人 常常都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擬定這樣子的政策 他只知道你擬定出的那個政策 那就很容易傳摩上意啊 脑捕啊 猜錯啊等等 都是非常容易的 所以他無形之中 讓民主的參與變得比較困難 因為你只能在這個就是修正案頒布 那以前甚至只有7天或14天的預告期 根本就沒有時間 等於公民社會只能踩煞車 他不能夠轉方向盆 他也不能夠踩油門 因為他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 推出這樣子的東西來 對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 當時就是在2014年的時候 318去佔領立法院 也是因為說 他就是一整包已經談好的 那就要通過了 我們也沒有什麼機會去說 裡面哪些部分好 哪些部分不好等等 所以我們在這屆政府 當然在陳美玲當時還是秘書長 的時候就有協調說 我們把預告期限長到60天 在這60天裡面 就有很多次的 來回的回答的可能性 就比較就是公民社會 要包含國外的朋友 才能夠去有做有意義的這個加入嘛 那但是第二部分 也是同等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制定過程裡面的草稿 如果對公共利益有必要的話 是得公開之 它是可以公開的 但是公共利益有必要 按照公務文化就是 你的每一層展望都要覺得公開有必要 才會公開 所以我就不如說 那我入閣的前提條件就是 我是主席的每一小會議公開都有必要 都有公共利益 那為什麼 因為這是我工作條件 那你要是不絕對有公共利益 那我就不幹了 這樣 那所以當時這個也是 林璇老師跟當時的美齡民宿長 就是很很願意支持我這樣子的一種工作方法 那所以大家才會知道說 比方說像電競耐岸 耐岸其實就是靠這種激進透明的方法 取得了一個很就是快速的協調成果 大家就會知道說 比方教育部並不是真的推掉電競 而是他不認為這應該是體育 為什麼他們有校園要上一小時體育課的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都可以打電競來取代那一小時的體育活動 這個是他們沒有辦法接受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並沒有動到肌肉 對 有了小肌肉沒有動到大肌肉 對 那但是他如果是運動 教育部反而就可以接受 所以很多時候對他是措辭的問題 那同樣的道理文化部 他們也不是反對智力運動 他不像說圍棋他們就是很支持 乔派也很支持 所以當時我們就去說服他們說 圍棋跟乔派都是電競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是在網路上面打 所以他就跟回合制遊戲 也沒有什麼兩樣 那所以圍棋乔派選手有的 像替代儀 那顯然電競選手也應該要有等等 所以就說以他們能夠理解這個脈絡 那這些想法都不是我想的 而是PTT上面這個專業的五樓 Mobolin 伊巴哈姆特 雅虎電競等等的這些 LL版之類的這些朋友們想 那我的工作是把這些專業的五樓的想法 帶到這些就是政府的討論裡面 但是如果不是有竹子稿釋出的話 那他們怎麼知道說他們的想法 真的有被我帶到會議上呢 所以這個竹子稿釋出 就讓江明看到說公務員是非常專業的 在太陽公務員看到江明的意見也是非常專業的 那在雙方互相彼此極大的情況下 我們只協調大概四次 就成功的協調電競變成一種智力運動 了解 那非常 因為聽下來 目前到這裡 我覺得正偉的角色很像 帶了很多新的元素進來 然後把它播種 對 那可以覺得 這是您最初設定的目標嗎 當然 您入閣前設定的 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嗎 就是一個結合各種不同的立場 但是都想要讓彼此更好的 這個共同價值的這個通道 通道 對一個channel 像橋梁一樣 這也是政委本身的工作的職責 政務委員本來就是協調不同部會 每一個部會本來就是一種不同的價值 如果價值一樣整病就好了 所以只要部會還留著 就表示它代表一種不同的價值 所以當你在不同價值中間協調的時候 本來就是一個共同角色 每一個政委都是這樣 那我比較不同的只是說 我把可能鄉民社會部門 也看作是我們的當然厲害關係人 不是只有公會的理事長 或者是公會的代表 才是厲害關係人 所有人只要你講得出一套 能夠說服大家說 威脆也是一種電競 那你也是厲害關係人 也可以進來 那您設定的目標 到目前三年半 您有給自己一個進度條嗎 就是我可能已經跑了幾% 這種感覺嗎 不是吧 是那個協調吧 HP扣協又沒有扣掉 那你的協調 沒有扣啊 沒有扣掉啊 因為我剛剛講這三個是我工作條件嘛 是 那你只要看說 我是不是還持續的 在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不斷的都有 現在連這個收音都越來越好了 因為我們這個YouTube頻道 本來不太有那麼多人看 現在隨便都上千人看 看了大家就會 那個網友都會開始 以直播主要求來要求我們 那所以收音不好 就變成一個大家最常留言的點 所以我們檢討就必須要採購 這個更好的設備 來確保說收音能夠達成大家的要求 所以只要我們還在錄這種節目 這個公開釋出 只要我們還確保說 你在台灣的每一個角落 他們都可以就是尋回啊 不管是透過虛擬的 或者是實體的方式去把 不管是我們青年諮詢委員 或者是我們社會創新的部會 帶到你的面前 又或者是說 如果各個部會 想要學這一套的朋友 還是可以很自由加入我們 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團隊 或者是說自願借調到我們辦公室 事實上也有一些部會的朋友 在那邊排隊的話 那就表示說我的寫條都沒有扣嘛 因為我剛剛講這三個工作條件 都還是跟公務文化不斷的互相契合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我很願意來做這一套看看 那這樣的話這個寫條 就只有補寫而沒有扣寫 所以您現在是滿寫的狀態嗎 事實上就是已經buff很多了 我本來不是要寫條可以這麼長的 您這個意思是說 您本來沒有覺得會做到現在嗎 不是 而是說我本來沒有覺得說 它可以擴增到很像外交領域 因為傳統上外交並不是行政院 最主要負責的工作 那主要這還是總統職權嘛 對 但是後來我們就發現公眾外交 就是people to people 這個像那個群眾募資去紐約時報 等廣告家網站 然後再把這個副總統錄的這個 Epidemiology 101 就是傳染病學這個 初階的課程 還翻成各國語言 還po在那個台灣Can help us 然後還什麼二創作的很多樂高啊 動森啊 什麼各種各樣子的版本 現在變成一個名音了 等等的這種的東西 這個是完全是在行政院也可以來幫忙的 因為這個並不是外交官 跟外交官之間的工作 這個是人民跟人民之間的工作 你只要認同珍珠奶茶 就可以加入奶茶聯盟 是這樣講嗎 對對對 那這部分我們有很多可以幫忙的地方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本來沒有覺得說 這個協調可以長到那邊去 對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 在外交上這個也非常的有效 嗯 所以現在是 這是怎麼講 超乎想像的 充飽電力的感覺 對對對 是 所以會繼續的前進這樣 對當然 也不是前進啊 就是你問一個通道 要不要前進很奇怪 繼續保持暢通 對 那 因為我就是很好奇 因為 之前看演講啊 就是 鄭偉會說 其實你沒有去 不喜歡打 有結束的遊戲 對對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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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玩不玩的才好玩嗎 對 對 那 想知道那 所以政委是不會去設定終點的嗎 就是 你不會設定說 比如說 我在數位政委這裡 做到什麼程度 我就覺得 功成身退 可以往下一個戰場 我隨時都可以功成身退 沒有什麼差別啊 因為這是一個模式嘛 就是一個文化的建立 它並不是靠我說很英明 不是這樣 我只是把這樣子一個通道的空間把它撐起來而已 嗯 那我們的開放政府聯絡人 就是在他們各自的部會 甚至各自的三級機關 或甚至四級機關裡面去做類似我做的事情 去去繼續發揚這種多方厲害關係人的文化 所以這個文化本來就已經不是我一個人在做了 是一大堆人一起在做 所以我並沒有覺得非得誰來當這樣子一個通道角色 但是有這個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嗯 那您當任通道這個角色 然後到現在才能 因為我就做興趣的嘛 所以就是我還有興趣 對 還有興趣 對我當然很有興趣 那當任通道這個角色 那我覺得有點像打通任如何買 對 那目前可以 我真的很想知道大概幾% 你覺得 你評估現在很暢通了嗎 還是說 這是每個部會的程度不一樣嗎 就像我說國防部已經沒有派人來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國防部在幹嘛 那比你不好 對 事實上是這樣子 對 所以 你要問我說那邊進度怎麼樣 我完全不知道耶 我只能說一無所惜 對 但是 就是早期有派人過來的 好比像說文化部啊 經過了全國文化會議 甚至他整個工總 下個禮拜就拆掉片公園了 那這整個就是公共治理的這個能力 我覺得在文化部是非常厲害的 那這可能也不是因為我的關係 而是因為當時神醫師民主帶進台灣 就是立軍在勤服會的時候帶進來的 所以他也非常清楚這一套 事實上我還是跟他的學生的學生學的 對 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從這個角度來看 每一個部會他只要願意這樣子 就事論事的去相信公民 他就可以自己成為這樣一個通道 也不是只有我一個 所謂數位政委 本來就是好幾位的意思 嗯 了解 你說數位 數個政委 數幾位 數十位 數百位 好 那想問您有說過就是 相信政府要相信 要信任人民 對 然後又用負能量發電 對啊對啊 那想知道這三點半鐘有沒有什麼發電案 你覺得發的超好 非常多啊 好比像說 現在大家這個 甚至去便利商店就可以繳稅了 那這個就是因為有一個非常看不下 繳稅軟體的設計師叫助治元 然後他非常的不爽 跑去我們的公共證 總統的餐飲平台 發起個連署 那個連署就要報稅軟體難用到爆炸 然後底下留言全部都是財政部 找下台關貿公司關槍勾結 什麼之類的 對 滿滿的負能量 對 那我們其實當時的財政部和看貨政府聯絡人 楊青亨直做一件事情 就在上面PO說 感謝大家批評指教 所有罵財政府 對不起 所有有留言的人都可以這個免費獲得一張 參加我們協作會議的門票 那大家一起來就事論是在開工作坊 來把報稅軟體改造成更好的 從他這樣子一PO 然後我在底下說 那個真的是 不是這個反串 那個真的是我們財政部的同任 對 那他自己就PO了 他就是一位專委 他也沒有去問他的部長 因為他是看貨政府聯絡人 他有被授權嘛 就像小編 這個你就是可以PO更多 是一樣的道理 對 那所以他PO了之後 真的風向馬上逆轉 八成多的網友 就開始提出非常具體建設性的建議 只有剩下一成多 還在那邊說財政部長下 他一直沒有理他們 所以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拒絕大家的這個能量 然後來把報稅軟體變成 就是你只需要有瀏覽器 你用手機 你用現在甚至你去Kiosk 就可以直接 像我自己就是 直接取得護號跟那個驗證碼嘛 那我直接Key進我的iPad裡面 一下就完成報稅了 所以這樣子真的非常方便 那整個設計就是在那個看不順眼的設計師 卓智源的領導之下 等於把網友的所有負能量 都轉化成我們具體做的事情 那他滿意度到達 好像百分之七快九十八 就是但是那是從來沒有聽說過政府 有個數位服務有這種滿意度 是 那那個具體的工作方聚集了多少人啊 其實就線上的人比較多 因為我們是直播人 對 所以大家都可以透過slido 就是留言提供意見 那實體在現場的 並沒有很多 大概三五十人 也很多 對也還好 然後就分組嘛 然後就開始畫 那當然很多時候常任文官 反而就是沒有長官指示 他不是很敢畫 但是就是鄉民們 尤其是就是在網路上以前罵的最兇的 那他就一直給他 我開始謊 這樣子比較好 對 非常非常的改 對 那但是當然專業的文官就會告訴你 可是你這樣子其實是違法的 法律要求我們要註記這件事情 然後專會就會開始有具體的討論 那一共辦了大概四五次這樣子的工作方聯 一開始的協作會議 那最後才就是儘管幫網絡公司 就是把鄉民們的設計稿 真的變成我們新版的網頁的保稅系統 那在之前上 上次是就是做出來上次是試行 只有Mac跟Linux的使用者 那到這一次就是已經非常完整了 就是上一次是已經全民都試用 然後98的所有的完成度 我們今年用的又是再更升級的版本 就是包含查詢碼什麼 都可以在便利上面用Kiosk 直接取得 好像不到兩萬塊 你甚至去櫃台繳費都可以 那就是更進一步的去把它深化 優化 那為什麼可以做到這種 跟便利商店的深度整合 那而且便利商店的讀卡基 為什麼都沒有壞掉呢 那就是因為我們有扣到3.0的系統 所有便利商店都把卡基全部測過一遍 所以讀卡基就沒有壞掉 了解 那那個剛剛說的四五次會議 對 這樣是歷史多久 大概可能三四個月吧 那您在這當中扮演的角色是 我幫你角色就一個通道啊 就是我確保說如果有人扣不到人來 那我發會議通知他可能就 會來了 像是誰 好比像說如果官貿網路公司 一開始覺得說我如果參加 不是找自己麻煩嗎 因為他最後要實做這個東西 所以他戰場開越大 他就越麻煩 這個要付出的成本就越高 對那但是後來我就說服他們說 你來的話你才能夠去規劃說 這樣子怎麼樣一個更有效的方法做嗎 像官貿他後來很有貢獻是說 他告訴我們說其實人最多的是 就是五月的前幾天跟報稅月 最後的後幾天 他是這樣子一個曲線 中間不太有人會去報稅 那所以我們當時就說 那你可以用所謂的 就是雲端的 elastic computing的一個系統 就是說你人多的時候 你租那麼多台機器 來處理這個流量 你人少的時候你就趕快退租 你可以用分钟來積費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用一直租那個 因為以前他們都是租滿額嘛 就是租最高的那個流量 然後整個租一兩個月 那成本就非常高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整個 報稅系統的改造案 我們的預算是負的 就是說我們省了一大筆錢 用裡面的零頭去辦工作坊 可以省多少錢 這個就是官貿的這個公司機密 你要問他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他省還蠻多錢的 就是他把本來要分別做的 行動網路的報稅系統 跟這個跨平台的桌面版瀏覽器 兩個合而為一 用一套系統就解決 等於一於兩次了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又可以去用這個雲端的伺服器 來減低他的伺服器的租引成本 那所以因為這兩個一突破 所以他忽然就發現說 還不錯 就是這樣子一種新的 本來不想 對新的架構反而對我也沒有壞處 這樣子 那卓志願有一篇那個 medium的網址專門談這個 你要是感興趣可以去找一下 找卓志願官網 應該就會找到 好謝謝 那 那我往下問 剛剛講的 我回到公開透明這件事 我覺得好像您對於個人 也是保持一個公開透明的狀態 那當然 但那您對於自己生活的 因此工作跟公眾的自己跟私下自己的切割怎麼 沒有沒有什麼切割啊 就是我只要是在 像現在在採訪嘛 或者是在一個公共空間嘛 好比像說 推特上面大家都知道召喚唐鳳 唐鳳就會出來打愛心啊 不過現在好像阿滴打得比我勤快 所以現在變成阿滴了 不重點 重點是說 這些都是公共空間嘛 這些就是大家共同創作一個名字叫唐鳳的作品 就像那個江凱維那一系列攝影一樣 那所以對我來講那個並不是我了 那個就是作品而已 嗯 那您對自己 嗯 會齊取 要去塑造一個什麼形象 沒有 就看攝影師 造型師 或者是梗圖作者 有什麼想法 開放 對呀有人把我批到那個蒙娜莉莎的背景 那也是很有意思啊 嗯 了解 那 嗯 接下來是想說想要問一些 嗯 鄭文比較 個人的 請說 都行對吧 因為您剛說公開透明 對對 算算算 那好 那我想問 呃 所以那先問 繼續問您對於隱私的看法 就是您對於自己的隱私 我覺得我自己的隱私就是我自己 呃 好比上說如果你現在告訴我一個你自己的事情 但是你特別告訴我說不能夠告訴別人 那我就會把它抽象到非常同案的情況 然後用一個一般性的方式描述 那這並不是大家都有的呃訓練啦 呃 所以在我們內部會議或者是說我們招待會議的時候 確實也有一些公務同仁或甚至是呃民間的鄉民什麼 他來倡議一個政策 可是他會舉一個他朋友的個案呃 呃 來當作他的支持的論據 呃 那我有時候也會問一句說欸 我們會做主子紀錄哦 你你講的這個人他真的知道 真的知道他的故事可以放在公開的狀況下嗎 那所以通常我們的主子紀錄是有十天的時間可以編輯 如果是公務同仁的話有十個工作點的時間可以編輯 那他們就可以回去再看過一遍 然後把裡面呃呃 呃那個當事人還沒有準備好呃呃 就是要公開的部分去把它拿掉 改成一個呃呃可能一個比較通案性質 或者一個比較抽象的敘述 當然他不能來改我講的話 他只能改他講的話 但是我自己已經有一個很呃呃 完整的這樣子一個習慣 就是說當我想到一個個案 但是這個個案其實呃呃 我們在討論的事情是通案的事情的時候 我只跟你講 我只跟你講通案的部分 我不會呃呃 去把這個個案的部分呃呃 想就是透露出來這樣 嗯 但這個訓練是您 一貫的訓練嗎 那您從小到大就是這樣嗎 嗯 不是啦 我想討論公共事務的時候就是最基本的吧 那從什麼中才訓練 這個訓練感覺很難 欸 真好問題 我想呃 呃我從小大概在網路上面 大概就看到了比較多就是呃 就是呃 就是肉搜啊等等的這些文化了 那大概是 可能199394年嘛 當時開始接觸呃 呃 呃 的時候對 那呃呃 當時就發現說其實在網路上面 腦補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你揭露一部分的事情 那差不多就是邀請大家吧 剩下部分到腦補 腦補雖然很補啊 但是大概都是錯的 嗯 所以所以就是說你你的選擇是說呃 呃你要嘛就是你你呃 呃八卦啊 但是你要了解到別人都會腦補 那也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就是說是一個梗 我歡迎二創 故事接龍 對不對 那那只是一個辦法 那或者是說你如果真的是要討論公共事務 那你就要把它抽到一個價值的這個層級 就是去討論說 那通案上我們怎麼樣子去 讓更好的事情發生 讓不好事不要再發生等等 那如果你是價值層級 那當然也沒有什麼腦補的空間 因為大家就是就大家的偏好跟效益去進行討論嘛 那但是這兩個就是要分的很開 就是說呃如果我就是在做一個創作故事接龍 梗圖 那我就要講清楚 這個就是一個梗圖 那所以這個也有人拿我的照片去做各種政治性的操作啊 那他們也會打一個設計對白啊 打一個這個非唐鳳本人的想法 什麼之類 就是大家都還是有就是二創二稿什麼 都還是有一些倫理在 那這是那一個就是共創的部分 但是如果是在公共政策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會去討論說這件事情 到底是對哪些厲害關係也有好處有壞處等等 那些人有這個權益去發言 那些人在代表哪些價值等等 那這些部分大概就沒有什麼二創的空間 因為它就是公共的討論 所以隨著我在網路上面參與 所有的網路治理的這個社群 那就是來大家一起 來理解到說我們目前的瀏覽器有什麼問題 我們未來怎麼樣把瀏覽器發展的更好 那或者是說我們的瀏覽器 看到那個網站後面的城市語言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要把這些技術發展的更好 這些都需要各家不同的公民團體 社群 人權團體 廠商等等 互相尊重嘛 然後才能夠達到一個 好比像說我們現在只要開瀏覽器 就可以開始開視訊會議 那但以前不是這樣 以前你得要安裝很多軟體 才能夠做視訊會議 為什麼現在隨便兩個瀏覽器 就可以彼此做視訊會議 那就是這些不常做瀏覽器的人 透過這種網路質疑的政治談判 彈出來的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我們剛剛講的那種就是以價值為導向 而不是以個人的東西為導向 就非常重要 而且這個就必須要保障個人的隱私嘛 因為你的軟體 好比像說瀏覽器是代表你 那如果它現在是代表一個廣告商的利益 然後在你明明沒有在視訊會議的時候 透露你的影像 然後賣給廣告商說 他平常就是會買這一家的產品 你看在他的攝影機的鏡頭 有拍到那樣子的產品logo等等的話 那就是等於好像是背信嘛 就是說你信託你的這個瀏覽行為給這個瀏覽器 但是它沒有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益 那所以這件事情也是讓我了解到 所謂隱私權的重要性 就是說當你進入一個數位世界的時候 其實你是隔著好幾層軟體 那這幾層軟體到底是以你的最佳利益為利益而行動 還是以什麼別人廣告商的最佳利益為行動 這個就會讓這件隱私這件事情變成是 是大家都可以決定的 還是變成是少數人在決定 會有這樣的差別 那您不會 你剛才有說大家會喜歡腦補嗎 那如果您自己的事情被腦補 那沒有問題啊 現在說我什麼起床會有開機的聲音 什麼一出生就講Hello World 那個什麼唐鳳的密碼是圓周率最後八位數 我覺得這個很有創意 就是之前有那個 Chuck Norris的那個梗 那然後有事實上什麼Jeff Dean的梗 就是本來什麼林木一朗梗 就是有很多這種梗 那在以前Jeff Dean的梗的時候 那個還是說什麼Jeff Dean的密碼是圓周率最後六位數 那到我的時候就變成八位數 表示他對資安有重視 就是密碼長度有變成 了解 那我特別想知道的是 鄭偉您一天的時間 都是怎麼安排的 就是比如說幾點起床啊 然後我聽說您一天要開九個會議 會到這麼多 最近大概都是九床 真的啊 十床也有 真的很好奇您怎麼安排自己的時間 不是我安排的 我的秘書是安排的 可是那您怎麼塞打 那你就是吃飯睡覺這些都正常嗎 都正常啊 您幾點起床 大概七點半八點 七點半 吃早餐嗎 我很好奇啊 這個是在做義雕嗎 沒有 早餐店有沒有超過十個人群聚 沒有吃早餐的習慣 大概都是到接近中午才吃 然後吃飯 反正都是有吃蛋白質跟澱粉跟芝質都有吃 大概都是這三種比較多 然後還有一些寬物質 回生素的 非常非常好 那您都幾點下班 很難講耶 我通常 離開院裡大概是七點 因為行政院在我剛進來的時候有一個 我覺得不是這個很好的文化 就是長官沒有下班 數官不太敢下班 對 那原因不明 完全不知道 對 但是 對 那所以後來我就養成一個習慣 就是我五點就走 對 那但是其實五點回去的路上才開始工作 因為我在哪裡都可以工作 其實沒有差別 對 那但是這樣的話同仁就可以 就是比較有良好的生活品質 那所以那時候他們就說 六點頭方還沒下班 就有點亮紅燈 七點就亮黑燈了 就是 就是因為其實我長時間的工作 在這邊也沒有什麼生產力 我不如回去就是自己家裡還更有生產力 所以其實我七點還不走 那是非常奇怪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其實我七點離開 其實同仁都已經走光了 我還要關門 就是因為大家下班時間都非常的就是正常 那但是當然我五點多下班 假設五點多 其實這段晚餐之後才是工作的開始 因為那個時候才是 就是美國西岸醒來的時候 然後那國際會議啊什麼 差不多都是那個時候開始開 然後再晚一點 那美國東岸醒來的時候 那就還要跟東岸DC那邊 就是或紐約那邊 有很多的會議 那所以大概會議 最晚可以開到十一點半十二點都有 那開完之後才睡覺 那睡覺醒來就七點半八點 那就是 就是又是一天的開始 然後從我的角度來看 那其實我在夢裡面才完成了 大部分對白天所收集的事情的 綜合跟消化 所以我其實很少做什麼決策或判斷 我都是醒來 一想到一個好主意 然後趕快去跟同仁分享這樣子 那您不就要很確保您的睡眠品質嗎 對啊 是啊 所以您都睡得很好 對啊非常好 怎麼這麼多事情 排得這麼緊湊 怎麼保持良好睡眠 就把email都回完就可以睡得很好 這也是我想問的 對 你每天都會清空雲的收件夾 是 這是可能的事啊 就是一天收到幾封 怎麼可以做到 大概有一個竅門 就是說我最後一次睡前回的時候 我其實是關著網路站會 因為你網路如果開的話 又會有新的進來 所以其實有點作弊 也不是作弊啦 這個很好 一天到那裡就結束了 對對對 我就把它全部回完 但我回的時候 我就已經沒有再收新的信了 對 那樣就可以做得到 不然就好像乒乓球一樣 那您說就是每天 幾乎每天都要跟就是 美國開會嗎 每週啦 像之前是加拿大嘛 對啊 然後阿根廷也有嘛 就是到處都有啊 所以常常您的工作是 回到家之後又再開始 對 因為那時候他們才醒來啊 對 那一些歐洲的朋友就比較容易 就是 我可能剛回家的時候 那是等於他們中午嘛 那就已經可以跟歐洲先來一波 然後接下來才是 美國喜愛 然後美國東來 嗯 欸可以 不好意思 問一下 一天大家會收到幾封郵件嗎 你要我現在算給你看 可以啊 因為我每天回當天的嘛 所以我現在Inbox有幾封 差不多就是一天要幾封 您開始處理有電了嗎 今天呢 今天還沒有 那都是什麼時候處理嗎 睡前呢 就 就差不多從回去的通勤的車上開始處理 嗯 二四六八十 如果一夜是十封的話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大概目前大概七八十封吧 所以上百封也是很常見 所以每天都會有上百封 對對對 然後可以當天處理關 那當然 嗯 你也很常在就是隨便在那個 Twitter 對 你就會現身 對 那這些都是您中間的休息時間 對 番茄中裡面的休息時間 對對對就是稍微娛樂一下 對 好 那我就是很好奇 那你知道有所謂自己的休閒時間嗎 不 我在Twitter上那樣玩就是休閒 您的休閒時間是睡片式的是嗎 呃 對喔 嗯 所以沒有一個 我不想 我全部關機 然後 我也不是睡覺 但是我想要 對啊就睡前才能聽聽音樂啊 什麼的 嗯 好 了解 感謝你關心我的 很關心欸 我真的很好奇 怎麼那個 怎麼達成的 OK 然後也想問說那個 呃 鄭偉您有沒有幫助自己 這樣子去規劃生活的工具 嗯 可以推薦嗎 就是 番茄中大家都知道嗎 我已經完全內化了 哦 就是每次這個只要 連續工作25分鐘 腦裡就會有一個什麼東西 稍微想一下 像我就是 就覺得說現在可能已經快要到50分了吧 對 對 就是就是心裡會有一個感覺 現在可能45吧 對 那 還沒還沒還沒 還沒有45分 對 那大概就是說 快要接近55分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 那要休息一下 是 那快要接近25分的時候 我也覺得快要休息一下這樣 那您不會想說我要 我要旅行 我要 我要休假 我要放鬆 也會休假也會旅行啊 都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是什麼時候 最近一次是什麼時候 然後 呃 就是連假的時候也有 也有休息啊 然後 呃 去年 好像十月吧 就是雙十呢 那一陣子也有休息啊 那您的休息時間 休閒時間 農曆年也有 那怎麼樣啊 你們休息時間都怎麼運用 都怎麼運用 就出國啊 這個去去不同的地方玩啊 像十月時候就去大阪嘛 哦 然後參加那個 DEFCON 就是以太方的那個年會嘛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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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嗎 當然是休閒啊 好 就是 就是做興趣的啊 對 對 了解 那您5月1號就是 至少 至少換個環境嘛 對不對 嗯 因為其實在台灣 我的工作大概 一切都是為了就是公共利益 任何人在街上把我攔下來跟我講話 也是因為他有一個想法 想要對公共有利益 然後希望我可以增幅等等 對 那但是就比較少說就是 像你說的就是 個人休閒的那個部分 那像我去大阪的時候 當然 當時 現在如果再去 說不定又被 就是要求一些公共利益的事 不過當時還沒有幾個人認識我 所以 那 所以那個時候就可以就是 就是自己去玩 然後或者是跟 做以太方的一些朋友們去講一些 比較天馬行空的計畫 但是 不需要特別去想公共利益 這樣 嗯 好 了解 那 我想問的是那個 數位工具 或者說 鄭文寧的那個 App 打開來 你最常用的是 GoodNotes GoodNotes 九成的時間都在裡面 它是用來寄筆記的嗎 對啊 它有筆記的那個自動OCR的功能嘛 那也可以匯入簡報嘛 那 它跟Mac上面是同一套嘛 就是 就是 iPad上跟Mac上會即時同步 那所以我如果打字 就是 我還是用普通鍵盤 打中文啦 尤其是比較快 那我可以在那邊去做簡報 去做輸入 但是因為我要改東西的時候 我用筆想事情比較快 那我就可以在這邊用筆試輸入 那筆試輸入到一個程度 我再回電腦去把它組版這樣 哦 那還有嗎 別的 嗯 GoodNotes已經是最常用了 那 我的 呃 代辦事項是OmniFocus 嗯 然後 其他就還好耶 這 這兩個意義 就是生產理工具的話 這兩個是最常用的 嗯 那我有一個很好奇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 原本就這樣用 就是我到哪裡 或是您的演講上 也常常看到便利貼 嗯 這個是本來 你正月就這樣工作嗎 還是說 是您的個人習慣 嗯 沒有啊 因為我們的co-founder 這個是設計師嘛 對 那他本來就是 應該CIIID的設計師吧 呃 所以他是就是 把便利貼 就是KJF啊 什麼 那個我本來也會用 但是沒有說想什麼都要用 那但是 因為後來 呃 也有幾位像 呃 就是方瑞嘛 那就是RCA的 那或者是現在浩婷嘛 IDO的 呃 他們都是設計師 那所以就是非常習慣用設計思考 那便利貼不理一手 基本上 嗯 對 所以後來我們也用了一套叫Mira.com 就是一個等於線上的貼便利貼的系統 嗯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 除了你可以在其實很多人一起貼便利貼之外 它也可以用筆式輸入 所以你可以一面做就是這種新制圖啊 呃 分層分類的電子白板 但是二方面你還是可以提便利貼 那我們的同仁也有寫一個 就是呃 它叫做什麼 議題分析表嘛 就是呃 公務人員用這個公共行政的方式 分析一個議題 它填了一個很就是長的 有點像試算表的這樣一個表格之後 那這個機器自動 呃 是需要用書寫的 因為你們對我來做一個很數位化的人 對 感覺你們就是隨時用Key的都沒問題 沒有沒有我沒有辦法用Key的去做比較發散性的創造的思考 為什麼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你Key是那個一圍的 蛤 你打字是那個一個圍度的啊 打字是一個圍度的啊 打字是一個圍度的啊 它只有往右邊一個方向 哦 或你指數可以往左邊 那總之它是往一個方向 嗯 對 那那但是 用用比式輸入的時候 你很自然的會 呃 就是縮小嘛 放大嘛 你有一個圈景嘛 那你很很自然的會往縮小放大就一個圍度啦 那然後X軸 Y軸 你只能往三個圍度去想 你是說可以各個角落去書寫 對 那書寫完之後 書寫的那些字又可以再重新聚合啊 因為它有選取這個重新定位放大縮小的功能 所以您的書寫也不是紙上的書寫 是寫在 寫在這個上面當然 然後可以隨時組合排列 紙 不能全文間鎖啊 不能全文間鎖就是 對我沒有什麼用的東西 好 那如果以後有一個K字 但你也可以隨時 就有不同維度 你剛剛講的縮小放大這種 沒有沒有 這個也可以K字啊 我並不是不K字啊 我只是說 對我來講用比式輸入 比較能夠去整理我的思緒 對 但是裡面如果我突然想要K一段字 那這個也是有鍵盤 嗯 懂了 不懂 其實不懂 就是 因為你K字的時候 即使你是用大綱模式 或現在很多人用markdown 對 它都還是樹狀的嘛 所以意思就是說 每一個節點只有一個 就是上層連結 但是事實上人的思維不是這樣子的 你每一個概念可以有四五個相關的連結 對決心製圖 對決心製圖嘛 而且幾個不同的概念 它可以重新聚合成一個大綱大的概念 你可以畫一個大圓 然後說這裡面這幾包 都是這個 這叫KJ法嘛 等等 那所以如果你是用outline 就是用大綱模式的話 這些都沒有辦法表現啊 對 所以書寫在您就是工作比例是很高的嗎 沒有啊 很低的 很低的 對對對 我大部分的時間就是用比在畫一些概念的架構的草圖 那這些的概念 我也用投影機 這個給大家都看到 確保大家就是on the same page 就是可以分享同一個概念架構 那之後自然會有朋友把它轉譯成文章啊等等 嗯 好 謝謝 那還有什麼工具嗎 可以分享嗎 那像slido嘛 slido也很常用啊 好 對就是在討論的時候 讓所有在現場的觀眾 可以盯著自己的手機 但是又可以參與討論 而不會被他的手機 就是把他的注意力 就是去抓到別的地方 嗯 了解 謝謝 那接下來又是一一連串的Q 好來啊 對那這個 主要也是跟您個人有關 想問您就是覺得最困難的一件事 不管是人生中 或者是說在擔任出這些人 沒有任何困難的事情 都沒有 沒有任何一件困難的事情 從來沒有讓你感到困難 不是啊 如果困難就睡覺起來 就有靈感了 真的嗎 對啊 那睡覺起來沒有靈感的人怎麼辦 那你就多睡一點 要加班囉 加班嗎 可能睡到九小時或十小時就有靈感 您從小到大都是靠睡眠的時間 是啊 真的啊 這是一種天賦嗎 不是啦 任何人都是這樣 真的嗎 對啊 你如果睡眠品質好的話 你的短期記憶才可以寫到長期記憶 長期記憶才可以讓你有創造空間 那如果睡不好的話 那你醒來那一天 基本上就是重複你昨天的習慣 昨天你學到的東西 並沒有真的改變你的人格 那您會就是固定一定要睡七個半小時 對 或超過 就看那個難度嘛 如果碰到的事情真的是很困難 就像你說挑戰很大 那可能就要加班 就要睡到八小時九小時 那挑戰很大的那個例子是什麼時候 好比想說像 其實剛剛講的電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啊 文化部說這不是傳統文化 這是教育部的事情 教育部說這沒有動到身體 怎麼會是體育呢 一定是經濟部的事情 經濟部是說我們是做球場的球員 怎麼會什麼管呢 一定是文化部的事情 對 對 那就是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堅持嘛 都有各自的價值嘛 這些都很重要 那你要怎麼樣找到一個很好的說 哦沒有這個就是一種 不是傳統記憶的 現代記憶 這種現代記憶是一種表演項目 它是一種智力的運動 等等的這樣子一種新的定位的方法 可以錨定到他們所認識的坐標系裡面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你靠 就是在那邊 就是深思熟慮就可以做到 那個就是要睡夠 醒來就知道說 你這樣講就好了 那你那時候睡多久 可能九個小時 真的啊 你會去定義說 這個這個有點難 所以我今天要睡多一點 對 就是有找到解答了再醒來嘛 不會不鬧鐘嘛 就睡到飽 睡到飽醒來 然後就想到這個應該 對 太方便了吧 是吧 下次也試試看吧 好 要睡飽 那有沒有人生做好了 有沒有挫折的事 應該隨時都有挫折的事情 對啊 因為人生其實本來就是 你會碰到各種各樣子 你必須要有compromise 的這個狀況 那但是 重點還是說 你怎麼樣面對這個挫折嘛 是說 好比像說 舉例來講 就是當網友在那邊留言說 我們的收音品質真的很差 所以YouTube聽不下去 說我也覺得很挫折 是要我們怎麼樣 對 那但是我們就這個 就用了新的器材嘛 然後 然後像我昨天的那個就是 跟就是OGP就是美國那邊的那個演講 那我也是就是用了新的就是 懸浮式麥克風收音設備 然後才比較把我那個就是 因為是在自己宿舍的書房裡面 那聲音會echo 那它有一個新型收音 就把那個問題解決了 對 所以就是說我每次不管直播也好 然後像那個文官學院的課程 也是昨天晚上啊 那我的這個iPad上面的簡報 甚至還沒有辦法正確投影進那個Facebook串流 那後來我就完全不管了 讓這個學員自己去下載簡報 那我就只要就是聽我清唱 可是我這個切換到那個 就是只有我跟Slido的那個view的時候 就因為某位導演給我的設定檔 忘記這個考慮麥克風收音 所以我就在那邊講了一分鐘的末句 然後沒有人知道我還講什麼 還好有Slido Slido一下 然後就留言說 沒有聲音 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然後我才趕快要把音源設定進去 然後之類 那所以就是你看各種挫折嘛 我剛剛隨便講就可能十個挫折了 對但是就是每一個我就是 一有一點時間我就想說 那下次怎麼樣 不要再發生類似的事情 我們的那個OBS設定檔 要改哪些地方 或者是我就是要好一點的器材 或現有的器材要好一點的配置 或等等等等 那我下一次效果就會比較好 那所以各位現在聽這個節目的時候 收音應該也有比較好的 那沒有罪挫折的一件事嗎 那因為你就是不斷的來這些小挫折嘛 那來了其實我們 我們PTS有一個很好的文化 就是說我們成員的非常多元 所以每個人加入的時候 都是帶來一個生物多樣性 就是他會看事情的角度 是現有的別的成員不會看事情的角度 那我們知道生物多樣性的好處 就是他不會被單一的病毒所摧毀 所以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辦一件像一個協作會議 那辦的真的是有很重大的挫折 那我們之前也有就是很在意 某一個價值的朋友在協作會議 就是被迫要討論 就是對他價值有嚴重挑戰的事情 我就不點名了 然後在這個協作會議之後 這個就甚至都哭出來都有 那但是因為我們沒有什麼同質性 所以只會有一個人那麼在意 那其他人都覺得還好 所以其他人就會是能夠把它hold住 就是能夠提供給他一個 讓他能夠稍微反思說 那下一次我們怎麼樣 不要再有類似的狀況 在這樣一個空間 所以我想成員的抑制性 多元性開放性 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的同質性太高的話 那很容易碰到一個挫折 就一排像骨牌一樣全倒 這樣那但是因為我們是就是非常多元 然後看法價值都非常不一樣 專長也非常不一樣的一群人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反而碰到任何挫折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集思廣益 然後說不會啊 這剛好是給我們一個改善的空間啊等等 那那些一兩個可能因為這樣子 而麻痹的朋友會覺得 不錯啊有希望等等 然後又可以再去就是很敏捷的往線調整 但這個過程中沒有您個人覺得特別受傷 沒有啊是不要啊 是 好 那再來問一個最有成就感的事呢 最有成就感的事情喔 我覺得當然很多啦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是就是所謂Humor over Rumor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不但是就是迷音闢謠法 那不但是就是在上次的大選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嘛 那當然我們後來總裁啊這個都把發揚光大 海宣述已經發揚光大到一個我覺得有點過分的程度 但是隨便啊 就是說只要他的那個梗跟他要傳遞的真實的那個訊息還是有所扣合的 那我覺得就是一個有效的運用嘛 那如果他只是有梗 但是他其實那個論述是空白的或是空缺的 那就比較可惜一點我沒有影射任何其他黨團的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說 就是網路上面本來是比較小眾的非主流的文化 就是可能同仁界ACG的這樣子一種文化 很成功的變成了主流文化 就是現在你在財政部 教育部 內政部 海選書 就是都很純 就是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是非常的扣合到主流文化的一種 本來是我們這些比較窄的朋友 都很純是不是 純的意思就是 就是它的效果很強 酒精濃度很高 對對對 酒精是合法的沒有問題 這個是您發揚光發的嗎 就是我當時在2017年的時候 我提出來的原則就是公開快速結構化 那個結構化的意思就是說 它要找到一套方法去套版 來讓大家能夠在快速 就是一小時兩小時之內 就可以用幽默的方式 讓真實傳播的速度比謠言還要快 那確實是當時我提出來 我會做一些示範 那但是大家比較把這個就是當真 說真的也是古拉斯坦發言人之後的事情 那他們就把就是各個這個部門的小編 都這個訓練真的非常厲害 那他們每個部門都有 那他們每個部門都有 對對都有一個可能六七個人的 然後每個是不同的手臂位置 的這樣一個快速反應的一個團體 在每個部會裡面 那 每個部會裡面都有一個 就是面對人民比較多的部會 通常是小編嗎 這個叫小編其實就已經不太對了 他比較像是就是新聞傳播體系的 那一個部會的新傳群組 發言人 對發言群組 對只是說這個發言人 不是傳統記者會的那個形式 而是他是耿吐的形式 而言 所以他們有個群組嗎 對 大德那幾個部會都有 然後組成 對然後他們又有橫向的連結 對 所以這是當初您聽說那個 就是 公開快速結構化 對 之後下面建立的一個 那個時候就有跟當時的發言人 有開始討論 當時還是過用的時候 呃 來討論說怎麼樣建立這樣一套東西 但是畢竟還是只有在少數幾個部會 呃 像當時威服部就已經很好了 雖然還沒有總裁 對總總裁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很厲害 但是就是雖然還沒有總裁 當時威服部就已經做得很好的 但是他比較沒有呃 就是那麼多的部會採用 那我覺得這一次當然是因為呃 蘇院長他自己本人就是一個 走動式長背圖 任何一個角度拍都是長背圖 非常非常有梗 對 所以 對 正面也有梗 背面也有梗 這樣說是可以的 對 實際上是這樣子 好 有什麼疑問吧 年輕的照片也有梗 後來的照片也有梗 對 對那所以 所以就是說 因為有這樣一位 走動梗圖的院長 那所以大家都發現說 原來院長這樣做真的是很有效果 那就比較 那當初是院長先開始嗎 應該是說我們在一些 好不少威服部或什麼 本來就已經有這樣的文化 那我提出公開快速結構的話 這個也有一些人聽進去 但他畢竟還是單點單點的 對 那但是我們說上行下效嘛 那當院長自己都開始做自己的梗圖 那副院長都開始直播完還院 嗯 的時候 那副部會的小編就突然就是有一種解放了 的感覺 因為你只要不要比院長狂就不算太狂 對 所以文化就改變了 討論嘛 比方說他現在要屁個謠 會啊會啊 不過那個我並沒有第一線參與 那個是古拉斯的群組 對 那我只是提供一些理論支持 對 當然最近有提供一批梗圖的素材 但無論如何就是提供一些支持 對 這也是一種通道的作用嗎 對啊 是啊 那所以你說成就感是滿有成就感 因為這一套現在不只是在台灣 那事實上就是隨著院長的梗圖 散播到了各個國家 很多國家也覺得喔 這是台灣模式的一部分 這樣子 對 嗯 了解 謝謝 那再問你 喔 那近幾年或者是今年最推薦閱讀的三本書 嗯 一本是叫做激進市場 Radical Market 八旗文化 對 那他我有寫一個導讀 然後他在解釋的就是我們現在推的這一套 話比上說總統被黑客送對平方投票法啦 嗯 或者是說嗯 口罩響應人道援助 嗯 就是把自己沒有拿的部分的相當於那個程度的配合的心意的選擇權去換成顯明權啊 等等這些 這就是要機制設計嘛 Mechanism design 那機制設計其實是經濟學裡面的一個比較比較少人知道的一個分支 嗯 但是其實機制設計對民主的促進對於就是公務利益的設計其實是可以發揮非常大的作用 那激進市場大概就是討論這樣子的一本書 嗯 那可以推薦閱讀 然後 嗯 有另外一本叫做憤怒與希望的網絡 嗯 也是才剛出 嗯 然後那我也有寫導讀 導讀沒有印在書裡是就在網路上面網路版的導讀 對 那那個是當初我自己參加318的就是所謂G0V線路中就是去確保就是場內外的通訊順暢 嗯 的後面的主要的理論基礎啊 就是 呃 曼威克斯特 就是曼威克斯特斯 呃 他有一本書叫communication power 可是那本書非常學術非常不容易讀 所以他呢 憤怒與希望的網絡是那本書的一個科普的書作 那專門以占領跟占領者網絡呃做個案來分析 那所以那本書比較容易讀的下去 嗯 所以這也推薦給大家 嗯 那第三本書 還沒有想到欸 就先這兩本好了 好 好 謝謝 那 欸 現在又要回來問一下 您有沒有後悔的事 後悔的事 沒有欸 沒有後悔 完全沒有 嗯 對啊 喔 不 真的啊 對啊 那做一個大家公認的天才 大家真的是這樣公認嗎 真的 我可以很後悔嗎 哈哈 沒有啦 就是有沒有感到很孤獨的時候 喔 沒人懂你 我不能很後悔被叫做天才 好像不行對不對 可以嗎 你只能後悔你自己做的事情 對 別人做的事情你好像沒有後悔的權利 對啊 對啊 那不行 你只能抗拒 對對對 只能抗拒 所以變了 對那我是覺得說 呃 本來一個人如果你不是很了解自己 那其實你去用別人了解你那是很奢求的 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這個願望本身就自想矛盾 嗯 就是別人根本不可能了解你 除非你能夠很充分的把你自己的這個想法表述出來嘛 嗯 對那但是當我比較能夠充分把我自己的思想表述出來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沒有哪一個是我的思想 就是思想的載體啊 就是它傳到我腦裡 我覺得還不錯把它記下來 那這個基本傳染數又增加了 R0又增加了 那然後我變成一個思想的代言者 然後那你現在反問我 那我又把這個思想傳播出去 其實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不會因為傳到我身上 我就特別把這個叫做我的思想 那所以就是等我比較清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我只是一個 我 上一號我下一號 只是一個發語詞嘛 那發語詞的意思就是說它沒有所指嘛 就好像說你問問題之前你就說 嗯 那對或者是 呃這樣 那但是這些發語詞 並沒有一個所指啊 我不能問你說 它這個長寬高是多少 沒有嘛 因為發語詞是沒有意義的 發語詞只是一個發語詞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 我這個詞也就是一個發語詞 所以到這個情況下 那也沒有一個沒有了解的問題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了解 只是就是思想作為栽體 思想進入這個栽體 然後再傳播出去 嗯 那您您是認為自己是非常了解自己 就是我覺得很了解說 我這個字只是一個發語詞 它沒有一個所指 嗯 這好像到很哲學中向的部分 嗯 所以我也可以是發語詞 對 就是發語詞 我說 對對對 我講出來也可以把它當作發語詞 當然啊 嗯 所以會感到孤獨是因為沒有認清這件事嗎 嗯 沒有關係啊 就是感到孤獨那就是這個栽體 然後孤獨這個感受進入這個栽體 嗯 但你不需要去認同那個孤獨這個感受啊 你不需要把它框起來讓說 噢我覺得孤獨 你可以說好像說 噢我今天看到日出 看到月落 看到下雨 看到什麼東西 但是呃你那些是呃 就是進入你的視覺區域 但是你可以認同它 你也可以不認同它 那你如果認同它的話 呃 什麼什麼呃 當那朵花開的時候 什麼呃顏色一時這個鮮艷起來 什麼跟我這個同時存在 什麼之類的 但是如果你採取一個 比較是觀察者的角度的話 那你也可以覺得說 欸那那花開很好 可是我不會認為 好像這朵花是為我而開 這好像不是這樣子的 嗯 這兩個的差異是什麼 欸當然一個就是說 你認同了它嘛 嗯 你把這個狀態變成是呃 就是我感覺開心 嗯 或者是我感覺很美麗 或者我感覺很孤獨 或者是呃下雨了 我感覺很悲傷 或什麼之類 那但是像在英文會說 It's raining 就是說不是說天下雨了 或者是什麼下雨了 就是It's raining 就是自然下雨了 那這個時候就 沒有那個認同的部分在裡面 是 所以您是採取這個沒有認同的部分 在處事嗎 是要是要是要當然 嗯 這樣就不會覺得孤獨 嗯不是就是說如果覺得孤獨 那就是一個感受 就好像下雨一樣 嗯 那它會來它會走 就這樣 嗯 就順它自然 對 哦 那你剛才說思想的代言者 對啊 那你在這裡傳染了哪些部分 然後目前傳染擴散的狀況 嗯 如何 就蠻好的啊 對啊 我也有幫忙傳染這個 就是要戴口罩的這種思想 那對 那我們是因為有經過SARS 所以你不需要重新建立這種思想 嗯 但是在後面說捷克 他們是得就是全民去有一個hashtag 叫mask for all 然後大家都倡導 一定要戴這個自己縫製的 或用這個T恤自己做出來的 呃就是口罩 那就是因為他們本來沒有這個文化 你必須要先把這個思想傳染到那邊 先讓他們的KOL 就是主要超級傳播者 呃例如像他們的市長們 呃就是先以身作則這樣子做 然後才能夠建立起這樣子一個文化 那所以這樣子一種工作 那我們在台灣也可以給他們很多想法 好比說在台灣 呃我們去促成大家戴口罩的方式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呃我們戴口罩是把它當作是一個保護個人健康的事情 因為我們說你戴口罩你就比較會呃記得要洗手啊 不會去碰自己的嘴啊等等 嗯小孩子也是這樣講的 對那但是事實上他都知道戴口罩主要是保護別人 因為你咳嗽的時候不會傳染給別人 對那所以就是說他明明是幫助別人的東西 但是在我們這邊是一個照顧自己身體的行為 所以我們的社會準則就會變成是 如果在一個大的聚會空間裡面 大家都很呃 彼此之間距離很近 但是只有少數兩三個人戴口罩 那些人都可以去提醒多數沒有戴口罩的人說 欸你們要保護一下自己的身體 對等等然後人家說 喔對我好想要口罩就戴起來 就是說你少數人可以很有效影響多數人的行為 那但是他是說欸你要不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而不是說我們會被你們傳染 那樣子就是confrontational 大概就沒有人會理他們 所以就台灣的這樣子一套對口罩的這種誘因設計 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我也常常傳染這種思想去給國外的朋友 事實上 所以你會跟國外的朋友說 你們要保護好自己誰戴口罩 對對對 他們就會有全新的認識 對對對 就說喔原來 喔不是因為你們是孔子的文化的傳人 有一種集體主義的精神 我說那個是新加坡 告訴我 喔了解了解 那最後一題好了 就是我看到不少訪談或演講 您都有說是就是 呃您就是走在自己生命的軌道上 那我想說那這樣子的話 有所謂的夢想跟衝擊目標這種東西嗎 還是您一直強調說您一直在做一樣的事 對啊 那一樣的事是什麼 然後這是您的夢想嗎 當然了 嗯 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作為一個綜合不同的立場 找到共同價值的一個通道 我們一開始不就在講這個嗎 對 那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您想做的意思 我想說一個人本來出生就是這樣 除非是說你在腦裡去分了敵我 然後去說喔這一半的人跟我是一邊的 另外一半的是另外一邊的 你才會喪失這個能力 但是任何人一出生就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們是死 被喪失這個能力的 對 你就就是在腦裡不要分敵我的話 這個能力一下子就回來了 嗯 敵我是是什麼 嗯 就是說呃就是哪些人是跟我同一群的 那其他人是外面的 那外面的人的價值說不定重要 但是沒有我這一群人的價值要來的重要 這就是去區分嘛 就是也不是敵我啦 就是我族跟他族啦 就是 us 跟 others 這樣子 對 那您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這件事情 部分敵我的話就可以做為一個暢同的通道 你說看書的話可能八九歲就有看這些書吧 就看懂了 當然 這件事 不這件事很明白 OK OK 天才好了 這件事很明白 對 那您開始覺得要去做這件事情 去貫徹這個原則 不過我一向都是這樣 你說你從小到達 對 對 對 那要歸功於什麼呢 要歸功於什麼 可能是因為 我爸這個用蘇格拉底式的方法教育我嘛 他唯一要求我的事情就是要我不要聽任何人的命令 包含他的 對 所以就是對任何來的這種 會把敵我分開的這些規訓 我都會去問說 欸 是在什麼範圍下使用 什麼條件下使用 他有什麼前提要解 之類之類 那就會發現說 其實這都不是普世的 這是在某些前期條件下面才成立 這樣 那您從小到達就是一個很來問問問題的人 那當然 那都會得到解答嗎 不是啊 你要跟問題相處 你要跟問題相處 八個小時九個小時 他才會給你解答 那您一個問題想相處八九小時就可以解答嗎 當然那是就是結構 就是相對比較簡單的問題嘛 那有些問題如果 他真的很複雜 你可以跟他相處十幾年也沒有關係 那您還有 有還沒有解答完解答的問題嗎 Right now 很多啊 還在相處的 很多啊 像我們舉個例子我想了解 舉個例子嗎 對 好比像說在這個振興階段 要怎麼樣確保說 這個振興階段的已經播了一百億 不要又重新被集中到 其實沒有受到什麼太大影響的 電商跟潮商去 這就是我現在這一秒在處理的問題 現在這一秒嗎 對 不是在訪談嗎 是啊 我在腦裡真的算這個問題啊 那有沒有別的 就是跟工作無關的 可能生命的問題 或是生活的問題 不過我腦裡算這個問題 應該到今天晚上就已經算完了 對 這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不是 會相處很久的那一種 可能好幾年的那一種 會是什麼樣子的問題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 你已經想得很透徹 對啊 那碰到人就再相處久一點 那到時候記得跟我說一下 我想知道你在講什麼 我是這樣嗎 只是訂閱我 我會聽字報的意思 哈哈 我會訂閱 你自己理解 好 那感謝政委 我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這樣我們還有時間處理他的嗎 我來看一下 有 有嗎 好 我想接著問一個 可能明明剛剛的問題 就是講到說很多 剛剛講到 無論是敵我 或者是你自己 把自己內外語 就是各種發生的事件 或感覺之外 把我當成發育詞 對 如果說能夠更順利 讓讀者了解這個狀態 有沒有什麼樣的電影人物 是你覺得很類似於 你現在提供的這樣子 電影人物喔 有啊 那個異星入侵裡面的外星人 啊 真的啊 所以那個一天到晚 用表情符號溝通 然後用那個墨池 對就是表情符號 對 表情符號沒有筆劃聲選 對 為什麼是他們 因為他那個電影裡面 其實我 其實我對小說比較有感覺 電影就還好而已 但是anyway 就是小說就是 TED應該是對嘛 TED的那個小說 它的概念基本上就是說 它叫Sephyr Wolf Hypothesis 就是說你運用語言的方式 會決定你怎麼看這個世界 如果你一直都用 因為所以因為所以的這種因果關係 那當然你看到是一個線性的事件 但是如果你是用一種 有點存而不論 就是說它散播在各個不同的地方 那你並沒有硬要用因果關係 把它串結起來的話 那你看到就是一個 比較無時間性的就是Timeless的 這樣子一個情況 他們可能同時升起 就是佛家講的那個就是緣起啊 的這樣的這種概念等等 所以我想你怎麼樣運用語言 或怎麼樣運用符號 很大程度會改變一個人的世界觀 那Arrival就是在說就是 就是把它推到極致嘛 就是說你就是學了那種語言 學到最後連那個時光旅行都可以了啊 對那當然那部分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是就是運用語言的方式會影響到就是看世界的方式 那我的部分的話是其實我想探討一下 台灣的公民黑客的文化這件事情 因為我看到很多媒體在報導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從G001的時候 1617年的時候的一些文章 這兩三年來其實在政委進來之後 網路上對於這個文化的討論 反而相對比較少 因為很某種程度上他已經進入時間的階段在政府裡面 那你覺得因為就這次疫情來看 其實我覺得這公民文化在發酵 已經發酵出一個結果來了 你覺得這個東西目前是不是已經 真的開始對社會造成影響了 對我覺得那個阿滴跟那個永珍他們那個網站 本來把公民科技翻成那個Civil Engineer 那然後當然就是我們這個同文層 就一片好像變土木工程師 對因為本來是Civic Hacker 或者你要說這個Civic Technologist 對但是Civil Engineer 一般是蓋橋樑或者蓋公路的才叫Civil Engineer 對那但是後來就發現說那個吳展偉 就是台南好想工作室那一位口罩地圖最早的作者 他確實也認同Civil Engineer這個字 那你認真來想也沒有錯 因為用口罩地圖的人已經超過台灣人口的一般 當你用的人超過台灣人口一半的時候 你的位置就跟做國道高速公路做橋樑的人沒有什麼兩樣 就是你不是只是一個公民基礎者 事實上你做出來的東西它已經是基礎建設 所有人都使用或幾乎所有人都使用 那這個時候你對你自己的社會責任的看法也會不一樣 在公民黑客的階段可能只是你的認識的厲害關係人使用 但是在Civil Engineer階段 你就要去有點像是要做環境影響評估一樣 去評估說你的一點點改動 會不會讓鑰匙跟客人的糾紛忽然變多 你要不要多考慮一些讓發號碼牌的鑰匙 就是有能力按一個鍵就隱身 或者是把他發號碼牌的時間能夠恰當的在地圖上面表現 等等等等 就是說就是我想能力越大責任越大 所以當本來大家是就是親朋好友在玩的時候 你可以不太去管你的城市的負面社會影響力 但是當你真的是Civil Engineer的時候 那就像環評一樣什麼都要管 嗯嗯嗯嗯 老師那因為最近也有還蠻多外媒就開始來關注到台灣這件事情 就是Bloomberg的社論甚至把我們這樣做 是一個特別的科技治理模式公司協定 participatory self-surveillance 那他說這是不同於歐美不同於中國 你對於這個東西這個觀點你有什麼樣的看法 那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說對於好比像說資料的治理權到底要放哪裡嗎 那當然有PRC的模式就是說就是國際民退模式 這個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也不用再說什麼 對那當然也有所謂的監控式資本主義模式嘛 那就是由大的企業來決定規則 而政府幾乎什麼都不做那這也是一種模式嘛 對那但是在台灣就是我們對於就是國家部門跟經濟部門 來進行資料治理都懷抱著深切的不信任 所以在台灣最成功的一些就是公民黑客的一些活動 話比上說空氣盒子啊水盒子啊等等 那都是社會部門的資料治理嘛 它的治理是建築在任何人都可以隨時間來隨時出去的 這樣子一種鬆散社群裡面 但是它的正當性因為台灣有非常多的從當年社造 或者是還現在非常有影響力的合作生運動啊 一些慈善團體啊等等 所以這些團體們就發現說 欸它跟這些公民科技社群一結合 它的這個正當性跟影響力遠超過政府跟企業 它可以去運用這些東西 花瓶箱的空氣盒子去施壓我們的環保署 然後說你看環保署只有不到一百個策展 我們有幾千個 那大家都相信隔壁的那個小學老師家的空氣盒子 沒有人來管環保署的數字了 那所以環保署這個打不過就只好加入 因為你不可能總不可能查進他們嘛 不可能嘛 所以環保署就必須加入說 欸那我們在你們沒有布的點去布點 那他們希望在工業區裡面 那是私人財產啊 郭肖老師總不能跑進去在那邊掛盒子吧 那但是欸路燈是政府的啊 所以他就去施壓政府去在路燈上面掛 空氣瓶子感測器 所以這個路径就是由社會部門 透過公民參與取得社會創新的社會正當性 之後來施壓一個沒有辦法去做言論管制的公部門 去改變我們的治理模型 變成是我們全力支持但是不主導 然後再透過這個社會常規的行程 來要求經濟部門去調整他們的 不管是演算法治理或者資料治理 來符合這邊已經成立的社會常規 不然的話就要社會抵制啦 這個台灣隨便抵制哪家公司哪家 抵制公司就倒啊 對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確實是一個蠻新的模式 那你要說是台灣模式 我覺得並不是特別誇張的一個講法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像你之前也有在文章面 其他文章面提過就是一種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變化嗎 事實上是倒轉嘛 你覺得只有 所以吳展偉變成假方了 我們便宜方了 可是這種有效的做到民間bottom on的這件事情 你覺得有什麼樣的關鍵嗎 因為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雖然很多的是公民團體 公民社會引起這些改變 那他們會不會有所局限性 例如參與這些公民活動的人 那個group其實是有限的 事實上吳展偉也付不出那60萬 他說這個欠Google的錢一多 他反而坦然了 再多不醜 因為他反正還不出來 對 那當然後來我們就去協調Google Google免了他的債錢 和他免了別人的債 那總之我的意思是說 本來就有局限 他能夠動用的 你剛講的是人的資源 我講的是金錢的資源 都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在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因為沒有言論管制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好主意 那各位媒體工作者 都是立刻就把他推到頂 就是他本來只是給金錢好有用的 我是說超商版的口罩地圖 一下子全國都在用 那當他的聲勢已經到這樣的時候 政府沒有辦法假裝 就是說他不存在 也沒有辦法視而不見 所以我覺得最後還是說 公民社會會覺得說 為什麼防疫成功 雖然說我們現在這個 陳指揮官支持率 據說93% 對那但是你在路上 隨便問一個人說 防疫最重要的是誰 他還是跟你說是 我們自己啊 政府要我們戴口罩 我們就戴 不要我們戴 我們還是戴 所以就是說 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大家一起努力 做出來的事情 大家不會覺得說是 因為誰特別英明 或者是誰特別有道理 特別有權威 然後我們都不需要 這個知道後面的科學理由 我們就只要服從命令就好了 沒有這種事情嘛 大家都知道台灣不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社會部門獲得的正當性 即使它是短時間的 它只要能夠達到一個 叫做我們叫存在性證明 就是說存在有這樣一種事情 政府不能假裝沒有這種事 就像那時候佔領立法院 也只佔領22天 但是你不能假裝說 50萬人在街上 不能夠好好討論一件事情 事實上是可以啊 也討論出四大訴求嘛 缺一不可 對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就是 那政府就沒有辦法假裝說 沒有這個創新 那政府就被賦予一個責任 就是說那我們就要來增服這個創新 所以我會覺得說 一次又一次這樣子成功的增服 每一次都是在為下一次的 這樣子一個創新 爭取到更多的這種 新的模式的正當性 我相信還蠻多可能國外的 不管是政府團體或是民間團體 應該都有來詢問正維 你怎麼樣去推廣這樣的事情 你覺得它已經成為一個 可以對外包裝對外輸出的一種 大外選這樣 OK 沒有啦 我是確實還沒有說 你不能說你要複製台灣模式 因為每個狀況都不一樣 像我們這邊另外一個很成功的就是 就是那個趨勢科技防炸打人 那個任何人加到LINE裡面 這個他現在連詐騙影音啊 什麼都可以辨識了嘛 那更不要說 只是一些假訊息的即時批謠 他沒有打到那個美台科技站 對啊 還拿了很多錢 對 那是就是美國國務院的錢 不是我們的錢 但是對 我的point是說 那這個東西 國務院就很喜歡推銷 就是各地都有 但是我也常常提醒他們 說其實它後面是那個真的假的的社群 是COFAX 是COFAX先把這樣子一個模式做出來 而且他們每個离拜都有小巨碼 去做試試查核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能夠查核的東西 是大家感興趣的東西 因為它是志願者社群 你不能夠去限制他們要查核什麼東西 那當我們去一個新的管轄領域 好比方說 我們去中央農工大學分享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就是工部門 經濟部門跟社會部門一起都去 那他們那邊也是三個部門都來 那他們就告訴我們說 你們最喜歡查核的就是 政治人物言論 那在泰國不是這樣子的 那在泰國他們最喜歡查核的 可能是一些就是賣假藥的 或者是一些跟這個健康有關的 什麼跟什麼一起吃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跟我們這邊也很多 對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他們就可以focus在這個上面 而比較不會受到他們的政治部門的干擾 他們的政治部門 因為他們的言論尺度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但他們政治部門也鼓勵他們的社會部門 去做關於健康的關於公共衛生的 這一方面的闢謠 那所以他們就會長出一個不同形狀的社群 所以我就說照超是不管用的 那但是有這樣子一種存在的可能性 也就像是我剛剛講的證明說 也有一種除了國家擁有一切資料 或者是監控制資本家有一切的資料 之外有另外一條路 那這條路的存在你沒有辦法去拒斥它 因為我台灣過得好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能夠照辦 所以我覺得這是比較平衡的講法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說從318開始一路到發展到現在 那樣子的一個公民黑客文化 科技公民協力智力等等的東西 就是它有沒有一個階段性的發展 就是說這種參與式的民主 它的階段性覺得有什麼樣的關鍵節點嗎 我覺得有一個很關鍵的 就除了318的佔領本身當然是非常關鍵的之外 我覺得另外一個很關鍵的節點 就是我們把這一整套東西制度化 就是包含公共政策參與平台 它後面的這個法規 包含我們開放政府聯絡人 其實它也是一個法規 就是開放政府聯絡人的那個指引 都在我們po.pds.tw那個網站上面 那總統被黑客松也有他在辦理的辦法 就是我們盡可能地把它法制化 這就是我們NCC來的那位朋友 葉寧的主要工作 就是我們釋出了一個 跟公民社群結合的一個良好方式之後 我們會盡可能在這個中間 所有下一次要重新再做的人 我們會有一個 事實上我們連教案都有了 那教案 對我還欠他們一個英文翻譯 中文已經在這個網路上面 我的FBI 我們的issue都已經有貼出來 所以任何人即使沒有我們的允許 我們也不需要我們的允許 他都可以拿這個教案 在任何一個我們沒有接觸到的地方 可能是他的一個社區的管委會 或者他們的一個社區大學 或什麼之類的去建立這樣子 就是一套協作式的治理的這樣一個模式 所以我的point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把這個看作是 就是行政院本身就已經有一個mandate 就是說行政院裡面有一部分 有一些就是行政規則跟命令 就是要促成這樣子的協同式共同治理 那我們就可以很就是大方的說 這個已經是台灣的民主的一部分 因為行政體系已經把它法規化 已經法制化 那我覺得這些就是命令的法制化是 就是過去三點半在這個辦公室 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貢獻 雖然不是我做的 那是就是葉民做的 但是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 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要移駕隔壁 好 謝謝